我们再来看到实价登陆之后 部分建商确实打出了不二价的因应 不过房产专家SWAY跟正大地震系教授张金乐 他们分析这只是噱头 民众还是记得要砍价 拿着指南仔细盯各角落 黑心房产终结者SWAY 今天要公开杀价必顺心法 用A案来攻击B案是一种方式 用它的话去攻击它原本的价格 比如说广告一瓶15万 那你去买八楼十楼比较好的格局 那也是一种方式 建商最爱打出本周广告户出情自演 看在专家眼里就是促销削头 杀价的美感就在这里 两瓶等于70万 你就放一台国产车在外面放着 而且没有任何用处 台风雨不停下 雨遮这时起作用 建商可能打着雨遮不算钱 SWAY提醒这时候房价恐怕悄悄拉高 不杀价你就要吃亏 说雨遮不计价 事实上这叫做羊毛出在羊身上 因为它已经把房价灌进去 所以代销都会讲说 其实我们是总价不变 只是拉高单价 可是雨遮却不计价 像这么漂亮的游泳池 事实上你要看有没有需要 如果没有需要 它就是对高你房价用的 要是标榜低公社 这时候你更要提高警觉 原来建商号称公社不到三成 但却已经包含了雨遮瓶数 真正能使用的空间一样小得可怜 你的原本这两瓶是十瓶 也是用得到变到不能用的虚瓶 那你差这个两瓶 事实上如果以一瓶五十万 或是差一百万 买屋杀价 SWAY说这是一定要的啦 只是听到便宜促销 民众挤破头也要抢 建商吃定的正是民众贪便宜的心理 例如诉求便宜屋 仔细研究才发现 房跟车位绑在一起 房价便宜 车位却很贵 还有还有大出比市价平五成的单瓶总价 小心这也是陷阱 你很可能买到毛培屋 到一个毛培屋 等于是你连厕所地板 厨具什么都没有 一瓶假设是二十万 那通常消费者 这样的房子可能没办法使用 所以他可能要跟建商买 加一个我们讲说标准配备 那标准配备加上去一瓶五万块 8月1日实价登陆就要上路 建商喊出不二价 房产空头总司令张金二呛瞎 杀价一定要的啦 表面上不二价 私下还是这个 有办法还是杀很多价 所以消费者如果做好功课 看到不二价 还是应该杀价了 仔细比价 勇敢杀价 毕竟房价越透明化 才是买房市场 东森财经新闻中小新 陆念琴台北报道 小新闻